柯文哲涉入金华城融机弊案遭积压禁建 民众党时隔多日 总算为创设20%融奖响出锁帖 民众党图卡原因法源 都市计划法台湾省实施细则 黄深圣脸书也引用 不过秒被议员打脸 我不知道他原来过去 他当20几年是当台湾省议员 台北市跟台湾省是平行单位 我们不会用台湾省的实行细则 而律师林志群加码吐槽 就算按照民众党坚持的都市计划法 台湾省实施细则第三十四之二条 也清楚规范屋林三十年以上 五层楼以下之合法建物 金华城根本不符合 不止如此黄深圳主张台北市都市计划 施行自治条例第二十五条 市府认为土地有合理使用之必要 等拟定细部计划 这番说法更被揪出恐怕大有问题 自政土利而且自政有罪 要把公务员给害死了 我们的前副市长说 没有这是当时市政府认为金华城 有必要可以拿到这些容积奖励 于是创设容积奖励给他们 主体是市政府 金华城集团并不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在法条的解读上面 恐怕在主体就已经大有问题 是谁告诉金华城 你原本提出的细部计划不合理 容积率太少了 要再度提升呢 民众党交集挺可占清白 但图卡懒人包错误百出 想要洗白没涂力 却是越描越黑 山水黄镇球场台北怎么到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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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 地上